妳看 超級厚的 它是冒煙 它那個皮看起來超酥的 這個一定要給你們進看一下 它看起來超好吃的 有機支就給過 哈囉 我是Vivi 我現在來到了福盛亭 為什麼會來這邊吃豬排呢 就是因為 福盛亭它每個月都有豬排日的活動 超級便宜的 這樣子兩個豬排加起來 其實一個豬排變成一份定食 只要100多而已 我之前都超想拍 但如果每次都會錯過 每個月的豬排日 這次不會再錯過了 趕快把這個優惠分享給你們 好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記得先幫我按下追蹤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出過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趕快上去看看吧 走走 好 我已經入座了 在東西上來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的優惠活動 它現在優惠活動非常非常的多喔 那它的東西的話呢 其實都有分成幸福價跟一般價 幸福價就是你在內用 或者是自己來店外帶的時候 就會比較便宜 就是幸福價的方式購買 那如果你要外送的話 才是一般價 所以這點要搞清楚 首先 先講今天的主角 就是豬排日 福盛亭的話呢 它每個月的25號 都是它的豬排日 那它就會推出不同的豬排系列 都有第二間半價的優惠 像這次的後切豬排啊 原價要230 它現在兩克的話 一克 200塊不到耶 超級無敵划算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優惠 一一跟大家到來 首先呢 就是你每週二 只要刷中信卡都可以打九折 那這個活動的話呢 它是到這個年年底 活動非常非常的久 那如果是當下檔期的話呢 到6月底的話 我們在這邊啊 只要你有消費的話呢 就可以去它那邊抽籤 那抽籤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什麼 折價 折價 什麼優惠 這也非常的划算 這個活動呢 叫做必勝記 就是因為現在學生都已經要考試了 就是給學生鼓勵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就是它的三雙愛美食APP APP裡面啊 除了像是福盛亭外 還會有一些知名品牌 像三雙小福 鮮五動之類的優惠裡面都有 而且呢 它會有每個月的會員日 你只要在會員日來消費的話 都會有不同的消費的打折的折數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裡面也會有一些限定的優惠券 還可以集一點 這優惠真的要講怎樣都講不完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剛剛講優惠 太複雜太快的話呢 你們可以到我下面資訊欄 放個連結 稍微研究一下下 其實這樣認真看的話 都還蠻簡單明瞭的 好 那我們就等餐點上桌 等一下先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借助吧 好 我東西已經全部都上桌了 看來超級豐盛的 首先呢 大家先看這個長方形的部分 這就是我的套餐 那它的套餐內容物就是 一碗白飯 然後還有我的厚切豬排 超級厚 然後還有甜點跟小菜 還有味噌湯 那味噌湯跟豬排旁邊附的高麗菜絲 都是剛剛製助吧有拍到 大家都可以無限取用 甚至連味噌湯裡面的海帶跟蔥花 都是可以無限取用的 超級划算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白飯上面嗎 它不是有撒這種像味道相鬆的東西嗎 剛剛店員跟我說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然後很好吃 想買也買不到 只有在浮身體吃才有吃的到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有點他們的這個 看起來超好吃的炸豆腐 還有它的泡菜 剛剛店員有跟我說 泡菜是他們必點的品項 所以我等一下也是要來吃吃看 好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豬排吧 它的豬排真的很誇張的厚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 超級厚的 還是冒煙 它的皮看起來超酥的 我覺得它一定是juicy的豬排 吃吃看 這豬排很可愛 它上面這層面衣 它下面這層不知道為什麼會比較濕一點點 可是上面這層面衣超級不滴酥 而且它是偏比較薄面衣的感覺 所以面衣感不會很明顯 它就是一個點綴作用 然後重點是裡面那個後切豬排真的太厲害了 它整個肉汁全部都鎖進這個豬排的精華裡面 然後它的豬排我感覺也是有稍微的調味過 但就是一點點的鹹味 我覺得調味非常的剛好 如果鹹度1到10分的話 它大概在5分6分左右 這是完完全全不會吃膩的那種豬排 我來配一下它的白飯 你看看嗎 滿滿的香鬆 它的香鬆很香 它其實沒有什麼鹹度 然後海苔咬起來非常的香 但我覺得這樣子做青菜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不會跟豬排搶味 這樣兩隻起來還蠻協調的 接下來我要來加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醬 它這個應該是用來配高麗菜絲的醬 好 來大吃一口它的高麗菜絲 這個醬真的非常解膩耶 它裡面是有非常重的醋的味道 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它另外還有一點點小小的柚子味 吃起來的話跟炸物非常的搭 就比較不會覺得有那麼有負擔感 然後剛剛自助區啊 我們有拍到兩種飲料嗎 一種是麥茶 一種的話是飲料機可樂機 那大家要注意 麥茶的話是可以無限取用的 那如果是飲料可樂機的話呢 它就是泡餐要加購30塊 你就可以無限喝到飽 看你們有沒有需要這樣子 沒有的話其實喝麥茶就好啦 只是因為我今天特別想喝可樂 所以我就加購了一下這樣 好我要來吃剛剛加點的炸豆腐 還有黃金泡菜了 這個一定要給你們進看一下 它看起來超好吃的 欸說真的這個如果在外面那種中式料理店 我會以為它這盤要賣200多塊 因為它真的賣相超漂亮的 一球這樣子好可愛喔 喔 這個酥脆身 天啊 瘋掉了 來吃一下 它要附這個醬汁 剛剛店員跟我說一定要沾它的醬 我吃一顆看看 很酥欸 哇 它這個炸豆腐真的有厲害 我沒有想到我已經放一陣子了 它皮還可以這麼的酥 完全不馬虎 我覺得它炸得很厲害 它是雖然看起來厚厚一層 但它其實是一絲一絲 所以它裡面那個脆皮是很有空氣感的 然後那空氣感以外呢 它上面有那個脆度 你就會覺得吃下去沒有負擔 但是就脆了要死 每一口都會卡卡卡 會跟大家講 你們絕對不要像我一樣 把它放到冷掉 這個如果熱的時候 我一定超不好吃 好 再來是泡菜 有沒有人也跟我一樣 覺得泡菜在小菜當中 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 而且它就是我喜歡的那種泡菜 黃金泡菜 來吃吃看 希望它不要到太爆辣 因為我真的是沒辦法吃很辣 它泡菜很濃郁欸 它那個黃色泡菜的醬汁啊 不是稀的喔 它是非常割 然後很濃郁的 所以感覺非常的會扒食材 就是你可能拿豬排去沾 或拿飯去沾 它會直接扒在你的食材上面 這塊菜可以點 但是因為它一盤 40塊其實量我覺得蠻多的 我覺得這可以兩人屑 蠻剛好的 再來我們來喝一下它的湯吧 味噌湯 它的湯比較中規中矩 我覺得它的湯 雖然是味噌味沒有到很重 可是我喜歡它的蔥花 好 雖然我這個人習慣把甜點放最後吃 但我覺得我還是稍微吃一下甜點給你們看一下 它吃起來像是冬瓜茶果凍 但是就是比較薄的那種 薄薄的冬瓜茶果凍 還行就是一般般 好 想看來吃一下東西 就來跟你們做結尾吧 好 吃完了 我覺得 真的吃完會有一種 幸福然後很飽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有 味噌湯無限序 然後小菜無限序 然後我就會不小心 加飲料就吃了吃了就很多 還滿滿足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不是那種 妹子才可以來的點 男生也可以吃得飽 因為它東西的話 無限量製作的東西很多 而且價錢真的是比我想像中便宜 我今天來怎麼疊破眼鏡 我沒有想像它每刻 單價這樣套餐 或是一百九到兩百出就有了 這塊換起來真的很划算 而且在大台北這個精華區域 其實我已經幾乎找不到什麼日式套餐 是一百多 已經都要破兩百 有時候可能繞了上圈繞了兩圈 我都找不到兩百塊以下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推薦給 小自主還有學生來吃福盛亭的 而且它的食物我覺得品質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今天吃它的豬排真的是有一點shock 就是怎麼可以賣那麼厚 然後炸工這麼好 然後還賣那麼便宜 這樣他們真的有賺錢嗎 不能懷疑 好 沒關係 反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你有沒有喜歡什麼福盛亭的套餐 都可以來下面推薦給我 因為我覺得之後應該 每個月豬排都會想要去吃福盛亭 那大家也可以25號收去福盛亭 刺一下它的這個後切豬排 我真是推到爆漲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那我會把今天所有福盛亭的資訊 整理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想看更多優惠 可以去搜尋CPOK.TW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VV 掰掰 我覺得在中南部的朋友 可能很習慣 很多的日料店或什麼的 都會附味噌湯 但其實我來台北之後 我覺得台北比較少 可能是因為店租貴吧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會像南部一樣 除非什麼自助餐之類的 可能有湯 比較簡單的湯喝到飽這樣子